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倒进油锅会怎样 一位印度小哥就对此充满了好奇 并想着来测试一番 对液氮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它是氮气在低温下形成的液体形态 因其气温低下人体接触可知冻伤 所以常被人们用来冷冻蔬菜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就曾见过 老外将一瓶可乐放在液氮中冷藏 只见眨眼功夫 可乐就披上了雪白的外衣 一锤子下去 不料可乐顿时就被砸开了洞 里面的液体被液氮冷冻过后 也变成了粉末状的物体 由此可见 液氮的冷冻能力十分强大 剑装老外便想着 要是将其倒进油锅 能不能迅速将油锅结冰呢 想什么就做什么 和好友一同把液氮倒进桶子里后 这边就开始给油锅加热 随后戴上头盔进行远距离操作 当一切准备就绪 便拿着液氮倒入油锅 接下来千万别眨眼 只见二者接触瞬间 形成冰与火的神奇景象 一团火焰喷射而出 一团白烟迸发开来 二者融合真是美轮美奂 不料顿时崩的炸离开来 这场面真是太硬核了吧 不过大家可千万不能去模仿哦 视频最后我们来玩个小游戏